林世杰枪击案枪手案发之后 接连气质两部逃亡车辆 终于在案发第四天 案情有了突破 警方采集到有力的证据 疑似留有凶险DNA的口罩 的确是有在这个第二部车的 这个里面的地方采集到 找到这个口罩 从口罩上面采到相关的 些微的激震 就是这部银灰色的轿车 案发第二天上午在高雄大树区巡货 外观没有破坏痕迹 但内部被颇酸 警方就是在坠辆车 座位的缝隙内找到一个口罩 也采集到多枚指纹 交叉分析比对 枪手有刑案记录 一次是一名有重大前科的男子 但凶贤会如此大意吗 在车上留下口罩 让警方得以追查 还是顾不一阵呢 范贤是非常的狡猾 实际上以车追人 目前也确实有突破 目前知道是一人 那有没有接应的人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不会排除假设 枪手真的狡猾 不断更换逃亡车辆制造断点 案发之后 马上就把犯案的车辆 手枪跟衣物烧毁灭证 再驾驶另外一部国产车 逃到高雄大树区丢弃 车内泼洒严酸 再换摩托车 南下屏东逃逸 机车丢弃在高屏交界处 但车子没有任何的破坏 也暂时没采集到相关的机证 枪手还在国内吗 还是已经从南部偷渡出境呢 第三辆车是有找到 那目前所知道是没有破坏 换钱的影像 我们也有给这个中部 跟北部向八豆子渔港 那这个中部的海港 各县市港口沿岸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但敌案我民 枪手从埋伏到连续开十一枪 及避临事劫 然后逃亡超过四天 缜密的凶杀计划 就看警方如何破解 成功弃捕道案 东森新闻杨瑞民方宗卫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枪杀林士捷的枪手 到底身在何处 就在今天中午传出呢 他人现身在高雄前镇区的 一间呢 SPA养生会馆 因此警方不敢大意 派出了相当多的警力 来到了现场 就为在三多路的这一间 SPA会馆来进行攻坚 不过呢 在分别三楼跟五楼进行查气之后 最后呢 证实是乌龙一场 包括警方在五楼呢 是部署了二十多名的警力 进去包厢里头来一间间查气 但最后呢 是查无所获 证实呢 是乌龙的 因此呢 最后警方接到了这个报案人 接触到他 他说呢 是神明跟他说的 到底呢 他消息来源是什么 还是说呢 只是恶作剧 目前警方也是不敢大意 希望能够尽快呢 从中找到线索 看能不能找到这一名枪手 而事实上今天已经是案发第四天了 包括嫌犯到底人 还在国内 还是潜逃出境呢 现在警方呢 虽然已经在第二部的作案车辆里头 找到了口罩 还有采集到指纹 不过现在呢 虽然比对出呢 这嫌犯他的这个身份 疑似是有重大前科的男子 但是呢 警方还没有公布他的相关的背景 所以现在呢 只是希望能够呢 除了在国内进行的 积极的查气之外 也希望呢 在这个相关的案询 还有机场呢 能够防止这一名嫌犯出境 而最后证实今天 他虽然人有被传出说 出现在高雄 但最后呢 是孤隆一场 以上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林氏杰命案在9号进行僵验 根据电脑断层的结果显示 死者的体内有卡弹 而法医呢 进行解剖鉴定 要查出重极枪 致命伤在哪 这些都是厘清整体案情的重要急证 台南市议员林一婷和母亲 来到殡仪馆 不发抑郁 尽管因民俗 孕妇不适合到殡仪馆 但林一婷还是腰间绑着红线 避免犯冲 坚持参与验尸 就是想厘清枪手 是如何凶残的杀害父亲林氏杰 警方在离海边不远处 找到被烧毁的作案汽车 原本以为枪手可能偷渡出境 但后来发现 枪手在烧毁汽车之后 是开着另外一辆车 来到了高雄大树区 再次汽车前 还用盐酸刷洗车内 接着在骑机车逃逸 行踪沉迷 机会很缜密 而且事先 是不是人家叫他 差不多双人一趟不停 只是为何选在枪击不远处 放火烧车 还连枪支都一起丢在现场 这是不是顾不一阵 误导警方来增加逃逸时间 另外埋伏后近距离开枪 再汽车火烧车 这和去年一月 桃园角头郭信一召开 七枪杀害案 手法几乎一样 当时的枪手至今还没有落网 有没有可能是相同的枪手 受雇犯案 从我们一开始在财政到现在 这个歹徒真的是非常缜密 而且很小心 这个几乎没有破绽 但是我有信心来破这个案子 海巡单位也加强查气 阻止枪手偷渡的可能 只是面对有计划性的犯案 刑事出身的台南市警察局长廖中山 如何突破找到破绽 避免和桃园郭信一案一样 无法侦破 真的是相当大的考验 东森新闻在台南综合报道 好现在警方全力弃凶之外 他们更想问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仇恨吗 还是利益要当街枪击杀人 而且都朝致命部位来打 确保任务完成吗 当然当地的说法一直很多 现在连检方删减排除之后 似乎都跟这些事情有关系 死者近期有跟朋友讲说 有人想要从安平港附近的海域 运东西进来 但我拒绝了 这背后是走私庞大的利益吗 另外还有就是死者 当上渔会理事长之后 安平就的渔市场 竟然发生了两次火刑 而且过去没有发生过 还这么凑巧 同一家水产公司来发生 而这一家水产公司 还是跟死者竞争的对手 但现在消息太多了 警方只能够一一的排除 杀手朝林士杰连开十一箱枪枪 朝向致命的头部 以及上半身开 这样凶残一定要致人于死的 下手方式 恐怕和重大的利益纠葛有关 其中一项警方也接到了消息 就是林士杰最近曾经 告诉亲近的友人 有人想从安平港附近海域 运一些东西进来 对方希望林士杰能帮忙 却被他拒绝了 林士杰并没有说 这所归的东西是什么 虽然他拒绝后 没有跟对方撕破脸 但是需要渔会理事长 帮忙运进来 无法走正常管道 这东西绝对不单纯 这些线索我们昨天就有接获到 所以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我们都有纳入 在做调查 但是就是说证据的直接串联 我们还是讲证据 那这个可能性 我们不会去做排除 另外又传闻林士杰 2021年当上渔会理事长之后 安平就于市场发生了两次火灾 很巧合的都是同一家水产公司 而当时林士杰开了一家海产餐厅 跟水产公司竞争激烈 是否也和枪击案也有关联 不过警方专业小组 初步排除了 除了仓库失火损失不大之外 林士杰的海产餐厅 也在疫情期间不堪亏损 结束营业 双方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郑亦林士杰在卷驻议长选举 恐吓会选爱女儿林依廷 杠上的郭姓良 指控郭姓良特权贷款8000万之后 她的形势变得相当低调谨慎 出事前还到住处附近 与人闲聊 看不出有在防备他人的情况 由于林士杰是余会理事长 先前牵扯上的议长会选恐吓 和光电利益有关 专案小组也不排除和命案间的关联 东森新闻在台南综合报道 开枪的嫌犯穿着黑色长袖上衣 配浅色牛仔裤 口罩帽子 衬衫包紧紧 徒步靠近林士杰住家 看到人倒地之后 从单手换成双手持架 狂扣扳机 不到十秒的时间就狂奔逃走 如今涉案的这名蒙面男 身份行踪仍然是个谜 计划很缜密的 而且事先行屁上 叫他车再跨当一趟的问题 超着警部以上射击 枪枪都打中要害 投狼路线早已规划好 警方逐步追查 嫌犯的犯案动向 沿途第二间试器 发现他7后晚间6点 也就是犯案的前一天 先投诉在汽车旅馆 住一晚凌晨4点多退房 到健康路二段的巷弄内埋伏 5点40分 徒步走到林士杰住处 4分钟后近距离开枪射击 行凶过程仅仅8秒就置林士杰与死地 手法相当凶残 枪杀林士杰之后 嫌犯步行开车到两公里外 新建路向弄的一处户外停车场 把车辆烧毁 警方在副驾驶座的脚踏板 搜出枪支残骸 而他汽车步行后 在开预藏的第二部车 一路往南开到高雄大树 以烟酸刷洗车辆内部 接着又骑机车逃亡 一路制造遁点 让警方难以追查 目前仍然是下落不明 从我们一开始在财政到现在 这个歹徒真的是非常缜密 而且很小心 这个几乎没有破绽 但是我有信心来破这个案子 嫌犯是否已经出境 警方不敢下定论 也不排除有共犯接应 各个港口 机场 都是严加防范的范围 除此之外 也很有可能是用偷渡的方式 逃出境 死者林世杰是地方闻人 这起枪击案存在的 并非只有治安问题 还有背后不为人知的利益纠葛 警方破案压力大 持续追砌行凶枪手 东三线有黄从全章释前 催嫌雅林嘉义在台南报导 顿心的现场要来关心 来关心台南枪击案 台南市余惠理事长林世杰 在家门前遭到了伏击身亡 警方一次在高雄 找到了第二辆的逃逸车辆 而目前嫌犯仍然下落不明 警方最新的追查进度如何呢 记者林嘉义有最新的掌握 嘉义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高雄殡仪馆 持续带你来关心 林世杰命案的最新进度 那么为什么是在高雄呢 其实台南检方稍早呢 也来到了高雄 因为据传这边有比较先进的香烟 遗迹可以来进行电脑的断层扫描 那么可以来厘清死者中枪的位置 到底是在哪里 致命伤势在哪里 协助来厘清案情 那么在嫌犯的部分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昨天有在台南的一处停车场 找到了这个已经被销毁 已经被烧毁的这个车辆 那在昨天下午呢 一次在高雄也找到了第二部 协助来逃逸的这个车辆 旁边呢还放了盐酸罐 一次呢要二次来销毁机证 那么这一切呢 都是警方要调查的重点 那其实死者的身份非常的特殊 他是余会的理事长 因此呢 这个掌管着这个渔港 以及渔船进出口的相关问题 那么会不会是在这其中呢 有纠纷 其实根据这个知情人士 透露呢 在前一阵子 一次有人要运一些东西 从安平港进口 那么有可能是在这其中 发生了纠纷 还是如外界所传的 跟这个光电的利益有相关呢 这都是警方要调查的重点 那么东森新闻呢 也会在现场 问你守候最新的消息 把镜头交给朋友 登上雪山东风顶 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山顶上流影 他就是林世杰 兴趣是爬山 北大武山他也曾到访过 喜欢走山林步道 也喜欢在山顶上欣赏云海 甚至在去年一月爆发台南议长会选案时 检方发出鞠票 林世杰一度销声匿迹 说法也是去爬山 所以讯号中断 如今却在八号一早 要跟朋友去爬大栋山 枪手埋伏 攻其不备 林世杰在家门口遭击毙 他女儿也是台南市议员林一婷 哽咽落泪 林世杰交报女儿林一婷之后 鲜少在台面上曝光 由于他与涉及台南八十八枪击案的 前民进党中指委郭再卿 史玛吉 加上二零二三年一月 涉及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案 就是他把蓝营议员方一峰请上车 一度涉及恐吓 遭羈押禁见 最后全身而退 尽管已经退出民进党 依旧在台南政坛上扮演关键角色 这回遭枪击 过去就曾传过他有黑道背景 会是遭黑道寻仇 还是扯上光电 利益纠葛呢 我真的没有理 枪击案发生之后 地方上也有耳语 猜测会不会就跟光电案有关 尤其是台南市 光电利益牵扯那么大 几乎常常开枪 林世杰曾经走过江湖 从上之后黑白两道都吃了开 敲手为何而来 什么样的利益仇恨 让喜爱登山的林世杰 一出家门 人生就此停格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8号星辰台南市区 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跟朋友打算去爬山 家人开皮卡过来 林世杰从后车斗拿下一个狗容 站在人行道等车子瞧好 一名蒙面男子突然从路口转角冲过来 对着林世杰疯狂开枪 第一时间他枪口就朝着林世杰的头部 看到人倒地后改成双手持枪 狂扣扳机 不到几秒的时间 他就狂奔逃到对街 开车逃逸 转角处的另一个监视器则是录到枪手躲在角落 确认林世杰人出来就快步冲刺上线开枪 开完枪之后枪手快步冲过对街消失在画面之中 而林世杰被紧急送一枪就半小时左右就宣告不至 发现11颗弹壳 发现着颈部胸枪肩膀手臂均有枪伤 检方经过解剖出判 颈部胸枪是致命伤 而枪手6秒内开了11枪 林世杰也省中6枪 重弹部位全是上半身 就是要置人于死地 枪击现场旁边停放的计程车也被波及 车头和后车窗都有破损 看来并非11枪枪枪都打在死者身上 目前初步看影带的状况很像是 但是详细的状况都还是要由我们见识的人员 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歹徒由备而来就是要取林世杰的性命 检察官也将会对林世杰的遗体进行电脑断层扫描 并进一步解剖 枪手绍弱有没有共犯都是追查重点 警方要全力气凶 东森市务黄瑞玲王子敏林女性在台南报导 监视人员来回搜证 林世杰枪击案 歹徒作案的车子被巡获时已经被烧毁 台南市消防局是在清晨5点54分接获通报 换句话说歹徒作案后没多久就烧车弃图 湮灭证据 因为警方在副驾驶座找到行凶的枪支 这是一桩计划好的谋杀案吗 调出林世杰遇害前住家的监视器画面 每周一三五清晨5点多 他就会出门爬山 歹徒显然观察过他的作息 案发前15分钟5点29分 穿着黑色上衣牛仔裤的枪手 就出现在林世杰住家20公尺外的转角埋伏 5点44分行凶 开枪后他快跑逃到对街 之后开车过来从旁边的巷子离开 一连串的行凶路线 一切都在歹徒的计划之中 凶贤当时就是躲在这个广告招牌 后方往齐楼方向看过去 发现林世杰从家门口出来 正要去爬山立刻冲上前开枪 从对面的角度来看 凶手就躲在转角处的招牌后方 观察林世杰在家门口的动静 从这个视角看过去 正好可以看到林世杰的一举一动 四季下手 随着附近的监视器画面一一曝光 歹徒的作案计划也更加清楚 从枪手的装扮 他戴墨镜 口罩 帽梯套头 刻意掩盖面容 对林世杰开枪后 快跑到对街停车的地方 把车开走从旁边巷子逃逸 再到案发地点7分钟外的新建路停车场 烧车灭机 连作案枪支也想一并烧掉 但凡走过并留下痕迹 警方根据这些激震拼凑出案情 要追查枪手犯案时 有无同伙 或者背后是否有人缩时买凶 东森新闻王子明 黄瑞玲 林玉信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被枪伤的林世杰曾经选过市议员 当时市长黄伟泽牵起他的首助选 两人频频同框 林世杰从未掩饰从政的渴望 明南当上议员她在渔会耕耘 还把女儿林依廷送进市议会 靠的就是她在绿营派系的关系 议长会选案她要二审了吗 所以会不会觉得这案件有关联 曾经在正副议长会选案中 和邱莉莉一起全身而退 林世杰与邱莉莉有革命情感 加上女儿是市议员 邱莉莉二话不说要帮忙智商 实际上林世杰因为与郭在清是好友 一度被归为亲姻系 竞选市议员时 还获蔡英文亲自授旗 不过在女儿担任黄伟泽市长秘书时 又跟黄伟泽走得近 被视为亲市长派 随着政治环境变化 女儿力挺立委林俊宪 竞选下届台南市长 林世杰又向赖系靠拢 这是余慧理事长嘛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但是基本上她没有选举以后 就很少看到她 不只林俊宪低调回应林世杰枪击案 其他绿营立委都三肩齐扣 但地方人士都知道 林世杰跟着女儿选边站 面对屡创选票新高的立委陈廷飞 属于赖系的林俊宪 想赢得党内初选 林世杰绝对是民间得力的助手 随着林世杰被枪杀 是否会撼动下届台南市长选情 有待观察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好 另外一方面 台南市余慧理事长林世杰 清晨五点多被人连开了十一枪身亡 凶险在行凶之后 开车离开 把车丢在一处停车场 还纵火烧车 有关于警方侦办的最新进展 连线给记者林玉兴 玉兴 那么余慧理事长 林世杰遭要抢击身亡的事件 目前最新的案情进度 就是嫌犯作案的车辆 是在五点五十四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被嫌犯 是已经开到 新建五十三项的停车场 它停下了之后 并且在车内是泼洒了去制油 那么一把火燃烧了之后 整个车子里面是面目全非 不过警方是在副驾驶座里面 找到一把疑似作案的胸腔 那么来听一下目击者怎么说 有来这红香 这红地 那香就放一厢很大厢 然后有一个厢 一厢就会就倒下了 我当时放一厢 我如果不知道 我当时是人的厢 还有一厢就停一厢就会倒下了 刚才刚才来的厢 他就会打一厢就会来的了 表示当时是听到了非常大的声响 出去看的时候 整辆车都已经起火燃烧 也因此立刻来报警 不过警方之后赶到的时候 是在副驾驶座上找作案的枪支之外 这个目击者他并没有发现说 可疑的人士来进出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 其实这个停车场 也就是嫌犯 做把车子弃置在这里的地方 最近的港口大概是距离2.5公里 如果他是没有任何共犯接应的状况 可能不行也要半个小时 但是如果前提是有人接应的话 可能6分钟就可以抵达 最近的一个渔港 有可能因此这样就潜逃出海 不过目前整个侦办进度 包括了车子被烧毁 刚刚稍早的时候 在3点钟的时候 第6分局自有做出说明 不过针对已经被发现的作案 车辆已经被烧毁 跟任何的案情都是三间其口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 一个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还台北 好 至于带来关键的是 今天震惊台南的枪击案件 这是台南市的余会理事长 林士杰的枪击案件 现在我们掌握到 是凶险犯案之后开车 离开之后把车放在处停车场 而且还纵火烧车 最新的侦办进度 请林玉信来告诉我们 那么余会理事长 林士杰在墙击身亡的事件 目前最新的案情进度 就是险犯作案的车辆 是在5点54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被 险犯是已经开到 这个新建53巷的停车场 他停下了之后 并且在车内是泼洒了去制油 那么一把火燃烧了之后 整个车子里面是面目全非 不过警方是在副驾驶座里面 找到一把疑似作案的胸腔 那么来听一下目击者怎么说 我从厅里来这红阳 这红阳 那红阳就放了一厢很大厢 然后有一个 他一厢就会就倒下了 我刚才那时候放一厢 我如果不知道 我才是一个人的 还有一个停一厢而已 会倒下了 刚才那个来的 那目击者表示呢 当时是听到了非常大的声响 出去看的时候 整辆车都已经起火燃烧 也因此立刻来报警 不过呢 警方之后赶到的时候 是在副驾驶座上找作案的枪支之外呢 这个目击者呢 他并没有发现说 可疑的人士来进出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这个停车场 也就是嫌犯 做把车子弃置在这里的地方呢 最近的这个港口 大概是距离2.5公里 如果他是没有任何 共犯接应的状况 可能不行也要半个小时 但是如果前提是有人接应的话 可能六分钟就可以抵达 最近的一个渔港 有可能因此这样就潜逃出海 不过目前整个侦办进度 包括了车子被烧毁 刚刚烧早的时候呢 在三点钟的时候呢 第六分局是有做出说明 不过针对已经被发现的作案 车辆已经被烧毁 跟任何的案情呢 都是三间其口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 所掌握到的一个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还台北